我們昨天新確診了62,080 感染的兩位的本土的病例 另外還有30位境外移入的病例 那死亡的個案有124個 比前一天 都來稍微少一些 今日我們新增是252例的中重症病例 其中143例是中症 109例是中症 另外有124例的死亡 那目前輕症無症狀的比例是 99.68% 死亡個案的部分 124位當中有116位有慢性病死 81人是沒有打滿3劑的疫苗 其中57人是沒有接種過 任何一劑的疫苗 年齡超過80歲的長者 是佔70位